胸腔积液案例 胸腔有大量的肌液及气胸 判断为结合均感染 吃了两个多月的药 未见明显改善 2019年9月24日 医院CT检查报告单 12月5日 又到另一家医院住院 还是无法确定发病原因 我不愿再做各项侵入性的穿刺 活检及CT检查 便强烈要求出院 在住院期间 经同学热心的推荐 我曾到公式推广点体验 过后的两天 浑身感觉轻松自在 也对志工们的专业敬业精神 留下深刻的印象 于是如果逐一看完 张昭翰医师的讲座视频 初步了解原始点医学的 基本理论 深被张医师的大爱和慈悲感动 决定12月18日 开始到推广点条理 条理前的症状 一 偶尔头晕 二 胸腔肌液 后背有紧绷不适感 伴有不定时的疼痛 三 久坐后 不能立即直腰起身 四 体力虚弱 慢走一段路就会冒大量虚汗 如采棉花般四肢无力 五 记忆力明显下降 调理细节 志工每天按推原始痛点 改掉熬夜晚睡的坏习惯 确保充分休息 每天坚持步行 俯卧撑 撞背 拍胸 打乒乓球 练习肺部呼吸 练太极拳 根据情况灵活调整 起初每天喝50至70克干姜片 熬煮三遍的浓姜汤 少量多次温热服用 中期加入半扎红参 一起熬煮 后期把干姜量调降到35克 多吃温热性食物 以素食为主 大量加入温热性调味料烹煮 解除一切寒凉食物 不喝饮料及白开水 不吃水果 每天睡觉用电热坦温敷 后期是需要加强煤热敷 身心皆感舒畅 落实温敷后的保暖 勤换干爽衣物 避免寒凉入侵 放松心情 常反观自省 以积极的心态对待生活 坚信自己一定会康复 反复学习原始点理论 坚定相信 充分配合志工建议 注意生活细节的落实 调理一个月后 为节约时间精力 方便与志工交流 及落实按推温敷后的保暖等调理细节 我就近租了房子 全方位配合调理 调理五个月后的改善 运动过后 未发现身体有气喘 呼吸困难 及无力等症状 不再感觉头晕 背部紧绷感几乎消失 记忆力恢复并有所增强 白天精神饱满 不觉得疲乏 感恩张昭翰医师 胸怀大爱 心系天下苍生 呕心沥血 研发并无私的推广 原始点医学 调理 赔上 订阅